欢迎大家收看天与财经sky finance 独家程健踢百怀尔街我是孙柏文 今天我想说一带一路 如果你有看特首梁振英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 他应该说一带一路 又说了十九几万次 大家都应该很烦艳 所以今天我希望提供一带一路的死穴 究竟一带一路为何会不合格 故事起源不是一带一路 今次我这个解释 故事起源应该是去年三四月左右 在吉隆坡举办了一场亚洲区自由市场 智库组织会议 事生学会在以前都很积极参与 谁知发觉那些人确实不太行 香港作为最自由经济体 政策因为实际太厉害了 不如我们在香港 少派了一些代表去 谁知道因为当地的主办单位 我发觉没有私生学会 找了我们几个去做港者 我其中一个 有一环是说中国特别是他的银行系统的事 说完之后 当然因为整个讨论都是说中国 吸引了不少其他地方 即是那间房间是坐爆 我应该有五六十人 其他亚洲区国家的智库组织的人士 我记得那时有个巴基斯坦的智库组织的朋友 在讨论里举手特别问我 他说我们听很多关于一带一路 one belt one road的东西 其实是否真的会可行 我们在巴基斯坦也听到 很多人在讨论 在建议发电厂 在建议基建 我简单问了他一句 在巴基斯坦的人用电 有没有准时交电费 他就说没有 我便说一带一路的原意 售售给你们这些国家 其实很简单 重复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 就是你们连基建都没有 释放不了你们国民的生产力 你做了货品在内陆 都运不到去海岸边 甚至没有电力去做那样产品出来 你怎样释放人的劳动力呢 如果你建了出来之后 希望虽然 始终计划经济没什么效率 不过 起码没什么效率 也好过完全没效率 希望建完出来之后 你们国家便可以 有钱点 他说是呀 然后我就说 你当然想知道 究竟为什么会这么明映你 他说是呀 我便说是呀 其实他最主要原因是 因为国家 中国大陆 之前那几年 放贷实在太过泛滥 令到太多厂房东西出来之后 就完全是没有订单 没有订单的话 他连现金流都没有 他连利息都还不到 这些银行就全部变呆坏账 会拖垮银行系统 Defo就希望不但释放你的生产力之余 亦都可以救回这批银行 在大陆 他们就说 噢 然后我说是呀 没错 所以这个 虽然他可能会 补贴你们的借贷 去借钱去建议这些基建 不过是一个一家便宜 两家着的方案 他说也挺好 我说是呀 不过问题的核心就是这 刚才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巴基斯坦人用电的时候 会不会交电费 你说不会的话 那怎么现金流的源头 始终在羊毛出自羊身上 如果你们用户 最终的用户是不肯交出钱 去还回这个 就算释放了你的生产力也好 你都不会还回这个贷款 一还扣一还 最终都救不了我们大陆的银行 所以如果你是说真的有个项目在谈 我相信最核心 真的想借钱给你那个人最担心的 最终你的用户是会不会付钱 所以如果我跟他说 甚至我跟全房的五六十个 亚洲区的智库组织的人士说 如果你真是想吸引那种 断万亿计的中国资金 来你国家投资起基建的话 你首先甚至是唯一要做的那样东西 就是用任何的基建用堂的时候 最终用户是给到有诚意 给到感觉是有诚意 是会肯付钱的 只要你给到那种感觉 就是你帮最终用户肯付钱 用电也好 过路费 收隧道费 桥费 公路费也好 只要你给到这个证据 我相信那断万亿资金就会来的了 所以一带一路 就算香港特区政府 或者我国中央政府 怎样抗谷也好 怎样搞学生交流团也好 如果当地国家国民是不付钱 其实是搞不起的 我知道昨天在施政报告里面 特首都宣布增大学生 去这些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budget 如果你是看这个节目 亦都是有机会去这些旅行的话 你自己都留意一下 究竟当地市民是否真的付钱 是的 那你就回来跟我们说 一带一路 搞得好 有得搞 如果对方是不付钱的话 你也跌了心水 不如要不就回归祖国发展 要不就放眼西方世界算了 本节目是由天余财经 Sky Finance读家的程序 想知道明天有什么好料爆 继续留意 最重要是订阅Sky Finance频道 多谢大家今天收看